帛琉学生挥舞国旗开心全血在脸上 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帛琉第三天 和帛琉总统会数人共同见证棒球物资 捐赠仪式并且开球 赖副总统期盼未来台博棒球合作能够更密切 联系两国人民的感情 也成为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原地 胡金龙跟陈庸基能够一起 前来帛琉共和国进行实质的棒球交流合作 我现在要送给惠苏仁总统一样礼物 这个礼物是我们后面这一排媒体 共同努力的结果 陈庸基和胡金龙两位职棒球场 和学生球员练投开心互动 胡金龙称赞赖副总统开球投得很好 两人都很希望未来台湾和帛琉棒球界 有更多机会交流 这是有机会可以参与这个 跟帛琉这边做一些棒球的交流 希望广后对了更多的机会 可以来这边或是他们帛琉的球员 可以到台湾做一些棒球的交流 就是很必要把他们的小朋友的装备 要为他们的训练的东西 可以靠这个这次来的这个方式 可以处理到两边棒球的交流 也可以帮助他们在棒球场上 来副总统稍早也到帛琉国家医院 建政新光医院和帛琉共和国卫生部 远距医疗中心设备的捐赠仪式 他表示希望能增进帛琉民众的健康福祉 也借此促进两国邦仪更加稳固 来副总统结束为期三天两夜的 帛琉专案反抵国门 他表示已经完成总统蔡英文交付的使命 帛琉是美丽文明进步有志气的国家 值得台湾民众造访 中央设计也正清源 帛琉报道